确实台北股市现在还是要选股选市了 第一季已经接近尾声了 凡州认为从指数的位置 美股的状况还有国内外非经济面因素等等角度来观察 第一季要上攻8000点是有压力的 未来一个半月可能会回挡到7500点 不过三月底之后就是低阶的好时机 建议投资人锁定汽车股 中国两会概念股还有金融族群 美股道琼再创五年新高 但台新投股董事长吴火生 预期未来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台股可能出现两阶段的回挡 先从8029点跌到季线附近的7700点 再从7700点跌到年线附近的7500点 即使跌幅大约7%到8%但不能算太多 原因就是市场的资金依旧充沛 第二季将是台股今年的低点 建议4月份就要进场 锁定汽车中国两会概念金融族群以及中小型股 统计今年OTC市场 涨幅10名的个股 包括海湾 亚地欧 天洋 直德 豪展 涨股都超过了六成 台积电概念股红素也大涨了62% 本周影响台股的国内外大事 包括大陆两会正式登场 德国汉挪威电脑展Sebit 高达11家上市轨公司举行法说会 2月份营收也要陆续公布 其中外资圈炒热5号同步登场的双硕法说会 华硕同步接获 港商汇丰 发银80 美银美银证券 同步调升目标价 港商野村证券也将合硕的 投资平等与目标价 分别调升到买进逾53元 民营金控法说台新金 新光金 富邦金陆续举行 市场聚焦 并购题材 还有售显业 热烈不断产 增值利益两大焦点 防认为富邦金 国泰金 长线的股价有两成左右的上涨空间 另外德国汉挪威电脑展Sebit 5号正式开幕 以分享型经济为主题 主机板大厂以华琴作为积极 鸿基 华硕 维新也都会参展 根据统计过去六年 在Sebit大展期间 台股上涨的几率100% 平均涨幅达到2.39% 涨后一个月涨幅更高达了3.91% 可见Sebit大展对于台股的加持效应 冬裁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